如果您坐飛機經過巴黎上空 會發現城市呈現一種獨特的色澤 大多數的屋頂經過了特殊處理 而這種工藝正在申請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法國巴黎有很多文明於世的事物 比如美食 時裝 還有輝煌的文明古蹟 然而巴黎還有一樣被忽略的城市特色 那就是鍍心屋頂 在巴黎登高後 隨手一拍就會看到這樣的灰色海洋 它形成了巴黎獨特的風格 鍍心屋頂最早出現在1817年 到了1850年 當時拿破崙三世準備翻修首都建築 為降低成本和便於翻修 承接任務的豪斯曼男爵提出用心 來代替當時較貴的石斑瓦 從那時起 鍍心屋頂就成了巴黎的主要特色 現在 巴黎80%的屋頂都是鍍心屋頂 不過 越來越多的現代建築 正在使這一特色慢慢淡化 而翻修屋頂的記憶也正面臨失傳 目前巴黎有500名屋頂翻修人員 他們希望鍍心屋頂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或許這將吸引更多人來學習這門手藝 個人實際上是一個藝術的藝術 這應該會被認識成為 因為這是一個職業 目前 鍍心屋頂的事宜申請已遞交法國文化部 3月份 文化部長將向總統提交 法國入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名單 到時 鍍心屋頂將和舉世聞名的法式長棍麵包 以及魯拉地區的比奧、達阿爾瓦、葡萄酒節一起競爭